第478章唐三的母亲 十万年拦淫皇下 不久后 我得到消息 回到五魂殿的教皇伤重不治 这笔账 五魂殿不止记在了我头上 也记在了浩天宗的头上 教皇的死 无疑给宗门带去了巨大的麻烦 为了保住宗门 你大伯不得不宣布 将我在宗门彻底除名 为了避免五魂殿的报复 封闭了宗门 也正是从那时起 我们浩天宗仆具天下第一宗门的名头 可实际上 原本依附于我们的各方势力 都静静散去 只有七宝琉璃宗 与蓝殿霸王龙家族 还保持着一丝联系 后来的事 你答题都知道了 我把你妈妈小心地种在这里 带着你住在了 距离这里不远的圣魂村 浑浑噩噩地过着生活 你当初的感觉没错 我的旧伤很严重 本来 我就准备那样结束自己的一生了 有家不能回 没能保护自己的妻子 我算什么男人 教皇已死 我也勉强算是给阿英报仇了 至于武魂殿 我虽有心报复 但我实在不愿给浩天宗再增添麻烦 所以 你看到的父亲 就是一个铁匠 一个酒鬼 整天沉溺于劣质酒精中的酒鬼 直到你告诉我 你的武魂觉醒是蓝银草 是浩天锤 双生武魂 那一刻 我才变得清醒了几分 你从小就很懂事 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反而是你在照顾我 我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情况 是不可能扭转宗门局面 替你妈妈彻底报仇了 但是 从你身上 我却看到了希望 于是 从那时候开始 我送你去了诺丁学院 在暗中观察着你的成长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 你也有一个好老师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你的实力已经出具出形 虽然我从未说过 但是 当我看到你带领你们 史莱克七怪击溃武魂殿学院战队的时候 儿子 我为你自豪以前的唐浩 从未这样夸奖过唐三 可在此时这种情况下说出来 跪在那里的唐三 却已经激动得难以附加 蒙搂住父亲那残破的身体 全身在颤抖中痛哭失声 独鼻抬起 轻拍着儿子的背 傻小子 不哭了 男子和大丈夫 不要总是哭泣 我想 你妈妈在你的蓝营领域中 或许已经恢复了一丝意识 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她一定很高兴很高兴 不用为我难过 在艰难的时刻 我都挺过来的 我并没有骗你 那一臂一腿 确实是我自己斩掉的 那是我必须要做的事 因为 我希望能够多活几年 看着你如何带领宗门 重铸辉煌 如何为我和你妈妈复仇 抬起头 看向父亲 唐三虽然泪眼朦胧 可他此时流露出的坚定 却前所未有的执着 我会的 我一定会的 唐浩叹息一声 你应该感受得到 我体内的旧伤已经消失了 我用自己的魂力 将体内沉郁的鸡血 逼入断去的手臂与腿中 彻底脱离了伤势的苦恼 尽管我的魂力 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 但我却有种解脱的感觉 在将你送到你姑姑那里回来后 我就这么做了 如果等到你回来 我知道 你无论如何 也不回让我自残身体 所以 我只有选择你不在的时候 完成这些爸爸 你这是何苦呢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 或许我有办法 帮您治好旧伤 唐三忍不住说道 唐浩默默地摇了摇头 做错了事 就要自己担当 我对不起宗门 这么多年了 总要有所交代 当初 我从宗门获得的两块魂骨 就分别在断去的手臂和腿中 把它们还回去 也算是有个交代 至于我对宗门造成的影响 就只有依靠你来挽回了 虽然我变成了的残废 但自从断去手臂和腿后 我却变得轻松了很多 因为我终于可以抛下一切陪你妈妈了 尽管我的魂力只剩下三分之一 但也仍旧有七十级的实力 自保是足够了 你也不用为我担心 以后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妈妈 就这样陪着他终老唐三呆呆地看住父亲 不是说魂骨与滋身融合后 就不可分割吗 只有到死 才会与身体脱离唐浩洒然一笑 那只是对于一般魂师来说 对于封浩斗罗 只要自己愿意 魂骨还是可以脱落的 但代价也同样沉重 自然不会有人去选择 六块魂骨中 头骨和躯干骨确实是不可分割的 但四肢的魂骨却可以通过断肢 并且以永远降低十级魂力为代价分割出来 因此 我现在的魂力就变成了七十五级 不过你放心 我去掉的两个魂环只不过是最底层的 就算我的魂力和以前相比只剩于百分之三十 在这个世界上也至少需要封号斗罗级别 才能置我于死地 浩天的威名 将来就只有你去延续了将所有的一切都对儿子说出 唐浩似乎显得轻松了很多 抬手擦掉儿子脸上的泪水 以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的眼泪 现在我挺好的 我将自己的包袱都放在了你身上 或许 这对你来说有些沉重了 不 爸爸 我是您的儿子唐三用最坚定的语气向父亲表明着决心 父母的债 就让自己去偿还吧 此时 他已经从父亲残疾的痛苦中渐渐恢复过来 因为他也发现 现在的唐浩真的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整个人都变得放松 痛苦也似乎渐渐远去 唐浩点了点头 好 等我将事情交代完 你就回宗门去吧 我永远都不能回去了 但你一定要回去 替我祭拜你的爷爷 待我在他墓前跪上三天 回宗门认祖归宗 一切都听你大伯的 五魂殿的仇 你自己看住办 毕竟主恶早已被我杀死 但是 浩天宗的重新觉醒 你却需全力以赴 宗门因我而陨落 我要你帮宗门重新崛起 使唐三恭敬地答应住 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唐浩看住唐三道 以往我对你或许太严厉了些 以后 你每年都可以回来看看我和你妈妈 给我讲讲外面的事 我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 我不会再自残身体 因为还有你是我的心理寄托 还有你妈妈陪伴住我突然 唐三彭腐想到了什么 看住父亲道 爸爸 妈妈失去了十万年修位 需要重新生长 那么 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快速生长的话 会不会令他修炼的时间缩短 唐浩愣了一下 叹息道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修炼万年 方能拥有真正的智慧 十万年才能再次化行 我这一生是没有机会看到了 只能寄托于子子孙孙 等我死后 照顾你妈妈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唐三的眼神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不 爸爸 您听我说 我知道有个地方 能够让植物千百倍的快速生长 只不过 在那里我并未见过植物系浑兽 生长的都是一些天才地宝类的植物 或许 或许妈妈有恢复的可能呢 毕竟 他曾经修炼到十万年级别 就算重新修炼 也应该和普通的植物不一样吧 千百倍 唐浩单手猛地抓住唐三的肩膀 你说的是真的 唐三坚定地点头 那个地方 号称世间三大聚宝盆之一 名叫冰火两一眼 就是以前独斗罗独孤伯 种植药草的地方 在那里 普通人是无法生活的 那里所有生长住的植物 都会在短时间成熟起来 虽然我并未见过那里有植物系浑兽 但以冰火两一眼 得天独厚的条件 或许妈妈他 唐浩原本平静的双眼 开始流露出激动的光彩 妻子的死 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如果说 妻子能够活转过来 哪怕是让他在老死前见到一面 那么 他也别无所求了 眼睛湿润了 目光看向那株惺惺向荣的兰茵草 阿盈 你听到了吗 儿子说 或许有办法帮你恢复 你知道我是多想再听到你的声音吗 阿盈 我们去吧 我带你去那里 唐三有些兴奋地拉住父亲的手 爸 那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一边说着 他从如意百宝囊中 摸出一片龙枝叶 塞入父亲口中 我这里一共有旧片龙枝叶 您自费两只 元气大伤 龙枝叶能够顾本陪元 您今后每个月吃一片 一年后 身体应该能恢复到健康状态了 爸爸 为了妈妈 您也要好好地活着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我们一家三口 能够团聚唐号大口的将龙枝叶吞咽入父 儿子的话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第四百八十章母亲的遗物 蓝银黄右腿骨 上 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 他多么希望看到自己一家三口团聚的情景啊 等一下再走 我先将正式交代给你再去也不迟 这么多年都等了 之后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不计在这一会儿 唐号毕竟年纪大了 心智沉稳 示意唐三先在地上坐下 回手一掌 排在旁边的石壁上 钉的一声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天而降 落入唐号手中 唐号将它交给唐三 打开看看那是一个黑色的盒子 盒子呈长条状 长约一米五 宽一尺 入手十分沉重 竟然足有两百斤以上的分量 用手指轻弹 发出多多闷响 因为铸造暗器 唐三对于金属也算是有些研究 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长条黑盒 竟然是用签制作而成的 盒子上面无锁 唐三将它放在自己膝盖上 缓缓打开 当他刚刚将盒子开启一道缝隙的时候 整个人的动作却僵住了 签盒仅仅是一道缝隙 却令唐三大吃一惊 乌与伦比的澎湃气息 从那缝隙中奔腾而出 瞬间另周围的空间 变得庞扶凝固了一半 强大的气息分为三股 其中两股充满了霸道的气势 而另一股则出奇地温和 唐浩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 抬起独臂 将手搭在唐三的肩膀上 魂厚的魂力透体而入 帮助唐三尽快适应这股魂力波动 足足过了顿饭时间 唐三才长出口气 但眼中的亥然依旧无法掩饰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 居然能够带给自己如此巨大的压力呢 几乎是迫不及待的 他打开了那黑色的盒子 牵制黑盒开启 当那里面的东西呈现在唐三眼前时 唐三整个人都不经静待了 就在那长条的牵盒之中 平躺着三件物品 最左侧的是一块缩小版的右壁骨 通体黑色 幽深的黑色光滑内敛 但强劲而暴躁的能量波动 却足以令任何人心惊 长河右侧 是一块缩小版的左腿骨 通体暗轻 能量波动一点也不比之前那条右壁骨低 没错 这两块都是魂骨 而且是极其完整的魂骨 魂骨也分三六九等 总的来说 同样位置的魂骨 越完整能量波动越大 就证明它的品质越好 出自更高级别的魂兽 唐三从五魂殿那里得到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之所以好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完整性极佳 而当时的另外两块魂骨却都非完整 像马洪骏得到的火焰右壁骨就只有钱壁 朱竹青那块腿骨也只有小腿 尽管作为魂骨依旧是效果非凡 但终究不是完整的存在 而眼前这两块魂骨却都是出奇的完整 没有半分瑕疵 内运的爆炸性能量更是呼之欲出 品质之好 甚至还隐隐在唐三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之上 但是这两块魂骨却并不是最吸引唐三注意的 最吸引它的乃是长条千和中央的那块 那是一块右腿骨 在六大魂骨排名中 右腿骨无疑是排名靠后的 可是这块右腿骨看上去却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通体都是晶莹透彻的蓝金色 里面庞腐有点点星光在闪烁着 最为奇特的是 它带给唐三的是一种生命的感觉 庞腐这块右腿骨竟然是拥有着生命一般 虽然任何魂骨都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可这块晶莹的蓝色魂骨却格外明显 极其亲切的气息似乎在席卷着唐三的心 令它的心在不断地颤抖住 它也同样完整 而它的存在 竟然还要凌驾于另外两块魂骨之上 哪怕只是用眼睛去看的 也能感觉出它那最为极品的属性 这种生命的感觉 只有万年魂兽才能出产 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唐浩的目光 也完全露在那块蓝色的右腿骨上 脸上的神色异常温柔 内心充斥着难以名状的震撼 抬头望向父亲 唐三双眸之中不禁泪花翻涌 他当然知道十万年魂兽死后必然会产生魂骨 可他以为这块母亲死后留下的魂骨应该在父亲身上才对 可他却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再通过对其他两块魂骨的观察 唐三可以肯定 父亲当年并没有将母亲留下的这块魂骨吸收 你妈妈已经将最宝贵的魂环给了我 这块魂骨是她留给你的 就算你不能成才 我也不回吸收它 就当作纪念留在身边 这个铅盒本来就是装它的 直到我将另外两块魂骨与自身剥离 才与它装在了一起看看唐浩 再看看那轻轻摇曳的蓝银黄草 唐三的手有些颤抖地抚摸上了那块蓝色魂骨 难怪它上面的能量波动是如此柔和 是妈妈留在上面的气息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啊 从未见过妈妈 可母亲的气息却在这一刻弥漫在唐三心间 久久不去 唐浩叹息一声另外两块魂骨 都是我们浩天宗多年传承下来的质保 是当初你爷爷传给我的 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 虽然我不能再为宗门做什么 但他们却必须要归还 等你回归宗门之时 将他们带回去交给你大伯 问唐三点头答应 换了一班魂师 看到这样两块自己能用到的极品魂骨 恐怕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聚位己有 但唐三却并没有这么做 他知道将魂骨归还对于父亲的意义 只有将这个心愿完成了 父亲才能真正平心尽气地陪伴母亲 更何况 这两块代表着浩天宗的魂骨 除非是宗门兽语 否则他是绝不会动分好的 吸收了你妈妈留给你的魂骨吧 我想 他一定很高兴见证这一幕 看住儿子得到他的庇护 你妈妈一定会非常满足地唐三抬头看向父亲 眼中流露出犹豫的光芒 从内心出发 他更愿意将这块魂骨留下来陪伴父亲 毕竟 这也是父亲的心灵寄托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轻轻摇曳的兰茵草突然动了起来 一根细长的草叶轻轻舒展 缠绕上了唐三的右腿 唐三愣了一下 伴随着精神上的波动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从那株母亲所化的兰茵黄草 传来催促的情绪 妈妈是在催促我吗 唐浩微微一笑 道 看 我说得没错吧 你妈妈也希望你赶快与她融为一体 快开始吧 我还期待着你吸收了她以后 赶快带我前往那个能帮助你妈妈 快速成长的地方 小三 你知道吗 自从你妈妈去了以后 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开心 听了父亲的话 唐三不再犹豫 小心翼翼地将铅盒放在地面上 从其中取出了那块蓝色的右腿骨 再将铅盖盒上 掩盖住了另外两块魂骨的魂力波动 双手拖着母亲留给自己的遗物 唐三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从出生到现在 二十年来流过的泪水也不如今日一天多 感受着那蓝色腿骨中释放的柔和魂力波动 唐三深吸口气 将她贴上了自己的右腿 嗡 轻微的嗡鸣声响起 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右腿略微颤抖了一下 紧接住 清凉的气息就从四面八方悄然钻入腿中 那块晶莹的蓝色魂骨悄然消失了 花卫无数道蓝金色的气流 弥漫在她右腿周围 清凉 舒适 没有半分阻碍 这一次的吸收 既然和以前吸收外赴魂骨八珠毛 以及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完全不同 不但没有半分痛苦 甚至充满了舒适 就像她此时是将自己的右腿 踏入了蔚蓝的大海一般 沉浸在那轻柔的能量波动中 唐三只觉得自己体内的魂力 受到她传来的特殊牵引在轻缓的波动中 每一次波动 周围的空气都会变得柔和几分 魂力并没有显著地提升 但却变得更加纯粹了 她清晰地看到 自己体内的玄天宫内力 正在由原本的白色转变成淡淡的蓝色 再从蓝色重新变回白色 整个过程很快 当内力重新变回白色时 却已经是截然不同的白 如果说以前内力的颜色是最正统的白 那么现在这内力就是一种充满质感的白 庞浮在其中掺入了云母粉 通透 柔和 充满韧性 紧接住 那右腿骨中的清凉 瞬间蔓延到唐三全身的每一处 第481章母亲的遗物 蓝银黄右腿骨中 剧烈的骨骼劈啪声 在石洞内震撼响起 出奇的是 在整个过程中 唐三竟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 那清凉的蓝色气流 是直接作用在他全身经脉上的 唐三吃惊地看到 自己的所有经脉 竟然都变成了淡淡的蓝色 经脉内流淌内力的空间 以几何倍数地增强住 小溪渐渐变成了长江大河 而经脉却丝毫没有变薄 而是变得更加强韧 如果说在瀑布下两年锤炼 令唐三的筋骨受到了打磨 并且全部吸收了八角玄冰草 与烈火性交输两大仙草的效力 那么 此时 这块十万年级别的蓝银右腿骨 就令唐三的经脉扩张到了极限 绝对中性的能量 使两大仙草的效力 得到了完美的粘合 轻微的破碎声从经脉中响起 依旧没有痛苦 可唐三却清晰地看到 一直阻碍住自己继续前进的督脉 已是豁然贯通 其经八脉全部贯通 天地之桥相连 刹那间 玄天宫内力宛如惊涛骇浪一般奔涌而过 近乎疯狂地在唐三体内运转着 他的内力不断地增强 每一次波动 都会令唐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一下 渐渐地 唐三迷失在了那全身舒爽的感觉中 精神力内韵 对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感知 蔓延在他右腿外的蓝色气流 已经完全融入到他体内 那清凉柔和的气息就是伟大的母爱 不断慰藉住自己的孩子 唐三睡了 这一觉 前所未有的安心 舒适 因为他是在母亲的怀抱中沉睡的 母亲的怀抱 是这个世界最温暖 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他睡得很沉很沉 脸上再没有了半分贝上 只是带着甜甜的笑意 这一睡 就是整整三天 三天后 在右腿清凉的异样中 唐三缓缓行转 睁开双眼 他首先看到的 就是坐在那里 倾抚莱茵黄的父亲 母亲所画的莱茵黄 已经被父亲从地面移植出来 种在一个实质的花盆之中 你醒了 唐浩微笑着看向儿子 他所有的心事都已经解决 再不需要摆出以前严肃的样子 爸爸唐三叫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突然感到身体有些难受 低头看时 发现自己皮肤表面 有着一层薄薄的僵状物 呈现出淡淡的灰色 走吧 这一次 你已经彻底地脱胎换骨 我仔细检查过你的骨骼和经脉 单从身体角度来看 在整个窦罗大陆 你绝对可以排进前三位 如果这样还不能承受 双生五魂未来的压力 那我就是在不明白 那比比东是怎么做到的了 放心修炼 等到你蓝银黄达到九环之后 就大胆地去为浩天锤增加魂环吧 只要身体没有异样的感觉 我想 你应该可以一直修炼下去 父子二人出了瀑布 唐三在瀑布内洗净了身体 当他和父亲一同离去时 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 整个人似乎已经失去了重量 只要是右腿发力 他都有种飘然欲飞的感觉 而他的蓝银右腿骨 所赋予他的技能 就是飞翔 极少魂力消耗的飞翔 也只有十万年魂骨 才能出现如此极品的魂迹 十天后 他们来到了当初 独孤伯所在的落日森林 来到了冰火两仪 感受着冰火两仪 眼内恐怖的能量波动 看中那小湖畔周围 郁郁葱葱的植物 以及怀中 蓝银黄传递的兴奋情绪 唐昊知道 这个地方来对了 唐三正色道 所以才没有魂兽敢于再次冒犯 我吃过两株仙草 不会受此影响 但您如果长时间在这里 恐怕会对身体不好 唐昊白白手 只要你妈妈好 我自己无所谓 唐三想了想 道 那可不行 我们全家好不容易能在一起 妈妈也有了恢复的希望 您怎么能再出事呢 强忍住不让自己 因为父亲残破的身体 流露出悲伤 唐三心电电转 已经有了打算 短时间内应该是无妨的 我们先让妈妈在这里休息吧 一路上 唐三想要帮父亲抱着蓝银草 都被唐昊拒绝了 尽管他只有一腿一臂 但却始终坚持自己怀抱妻子 但现在却不一样 对于种植药草 唐昊实在不在行 小心翼翼地将妻子 所化蓝银黄弟弟儿子 叮嘱道 小三不要勉强 哪怕你母亲不能加速恢复 也无所谓 千万不要因为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对他产生伤害 唐三点了点头 对于这一点 他甚至比唐昊还要在乎 那是他的母亲啊 两个世界 唯一令他感受到母爱的至亲 他又怎么会不小心呢 闭上双眼 唐三精神力缓缓释放 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弥漫在整个冰火两一眼周围 他在寻找一个 最适合蓝银黄生长的地方 蓝银黄乃是中性植物 所以 他种植的位置 必须要在冰火两一眼 寒热两全交汇出的岸边 但唐三不希望出现任何误差 所以才凭借精神力的指引 来寻找那最平衡的一点 很快 精神力锁定了他所期望寻觅的目标 唐三动作轻柔地蹲下身体 小心翼翼地就用手掌扒开泥土 再将蓝银黄从原本的花盆中取出 种在那平衡点上 在整个过程中 唐三仔细地感受住周围 每一分能量的变化 全部精神力都凝聚在这狭小的 一平方米面积内 哪怕有任何一丁点的不对 他也会立刻将蓝银黄离开那片土地 令他欣慰的是 蓝银黄似乎很喜欢这里的气息 通过精神力的感触 以及蓝银领域的特殊性 很快唐三就发现 蓝银黄开始在这里扎根了 咬破自己的右手中指 唐三将一滴精血 滴落在蓝银黄的草叶上 同样拥有着蓝银黄血脉 并且自身的蓝银黄血脉 已经与八角悬冰草和烈火性交输 两大仙草彻底融合 无疑对眼前的蓝银黄是最佳补品 果然血液低落 面前的蓝银黄顿时散发出一层蓝萌萌的光彩 草叶快速生长 甚至比上一次刚接触到唐三蓝银领域时还要快 唐浩没有阻止儿子的动作 眼看着妻子所化蓝银黄快速生长的样子 顿时大喜过望 正在唐三准备再挤出一些鲜血滋润蓝银黄时 从蓝银黄处却传来一股毅然决然的情绪波动 感受到这股清晰的精神波动 唐三的心顿时漏跳一拍 赶忙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母亲是在责怪自己 她知道 如果自己再释放鲜血来滋润蓝银黄 恐怕母亲不但不会吸收 反而会强烈排斥 妈妈又怎么可能不心疼儿子呢 爸 应该没问题了 这里是最适合母亲生长的地方 我知道您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母亲身边 刚才我想了想 已经有了办法 我准备炼制一种丹药给您 吃过这种丹药后 您应该就能不受到这里的气息影响了 当然 我给您的龙汁液还要继续吃 以顾本陪人堂号 眼看妻子快速生长的样子 心情大好 笑道 别把你老子看得那么脆弱 虽然我从体内剥离了两块魂骨 但我当初在外游历时 也得到了另外四块魂骨 如果不是全魂骨 我又怎么可能与五魂殿对抗呢 虽然我现在只有七十多级 但就算是独孤伯那种封号斗罗在我面前 也别想讨好无形之中 好天斗罗的霸气再次释放 看出父亲开心的样子 唐三自然也是心情大好 也不再多说什么 走到赤热羊泉那边 取出自己炼制丹药的顶炉和工具 立刻开始投入到了炼药的过程中 各种药材在他的如意百宝囊中 可谓是应有尽有 当然 他这所谓的炼药更多知识 为了摆给父亲看的 夜幕降临 唐三依旧在继续炼药 唐浩则坐在莱茵黄面前 静静地修炼 虽然他的实力无法恢复了 但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 哪怕只是妻子有一丝复活的机会 他也要等下去 更何况 在这冰火两一眼处 唐浩心中的期望已经大幅度增加 唐三的精神力一直在悄悄地观察住父亲 感受到父亲已经进入了入定状态 他这才没有发出半点声息地 从自己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中 取出一柄匕首 他确实是在炼药 但炼制的却并非是帮助唐浩 在这里不受到冰火两一眼影响的药物 而只是一种雇本培源的药物而已 他一直在等待的就是眼前的机会 想 让父亲在这里陪伴母亲 适应这里的气候 那么 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药影 第482章母亲的遗物 蓝银黄右腿骨 下 药影就是他这层吃过两大极端仙草之人的血液 两大仙草的药效早已在唐三体内完全融合 唐三的血无疑是最好的药影 轻轻地切开自己万卖 他知道 哪怕自己这边的声响稍微有些不对 都会惊醒父亲 为了不让血腥气息蔓延出去 他甚至悄然开启了蓝银领域来掩盖 鲜血 如同蜿蜿的小蛇一般低入炼药顶炉 唐三生怕药效不够 血一直流到自己已经有些头晕眼花才停了下来 飞快地按住伤口 正像唐浩所说的那样 现在如果只论身体的话 唐三绝对能够排到大路前三 只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 伤口就已经彻底愈合结痂 唐三知道 不用到明天早上 甚至连伤痕都不回留下 有了最好的药影 接下来的炼制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当唐浩第二天清晨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时 唐三已经捧上了一枚暗红色的丹药 爸爸 吃了它 以后您就不用担心这里的环境影响 可以一直陪伴着妈妈了 唐浩微微汗手 看住儿子有些苍白的面庞 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一口吞下了丹药 唐三又在这里逗留了三天 因为他要确定母亲是否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 情况是喜人的 莱茵黄像唐三预料的那样快速成长 更令唐三兴奋的是 吃过自己炼制的那颗丹药之后 唐浩的身体情况大未改观 因为断肢而留下的气血两须 已经完全消失了 冰火两一眼的环境 也无法再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小三 你来 清晨 唐浩将刚刚修炼完子迹魔童的唐三 叫到自己身边 待会儿你就出发吧 这里有我陪住你妈妈 你不需要担心 看住面前气质儒雅 高大英俊的儿子 唐浩眼中充满了欣慰 唐三知道 自己确实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 父母虽然已经安顿好 但父亲肩头的责任 也已经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爸爸 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找小五 唐三试探着问道 唐浩微微一笑 道 等你六十几的时候 需要获取魂环石就去吧 那时候 他应该也差不多进入成熟期了 进入成熟期后 只要稍微一拥改装 就不怕被人随便认出来 当然 在你们实力足够之前 尽量不要再武魂垫露面 还有 你去寻他之前 先回宗门一趟 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妥 该叮嘱的 我都已经对你说过了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很好 但是 有一点你要记住 爸爸虽然对你期望很高 但是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父亲话语中的含义 唐三当然明白 用力地点了点头 爸爸 你放心 我知道分寸 去吧 也不用急着回来看我们 有你妈妈相伴 这里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唐三走了 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等待着他去完成 在他离去的时候 几乎是一步三回头 看父亲 也看母亲 父亲那残疾孤独的身影 母亲重新化为植物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百五魂殿所赐 当唐三脱离了父亲的视线时 他的双眼已经变得一片冰冷 从唐浩身上 他继承的不只是责任 还有仇恨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 父母的悲剧 必须要用鲜血偿还 在这一刻 唐三已经给自己制定了唯一的人生目标 令五魂殿在自己手上彻底覆灭 得到莱茵黄右腿骨 并未使唐三的魂力提升 只是进一步提纯 但是贯通都脉 却令他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迄今八脉贯通 唐三的魂力已经直接提升到了五十九级 只需假以时日 将魂力炼满 就可以开始冲击六十级的瓶颈了 到了那时候 他也就能去寻找五年不见的小五 五年前 他还不到十五岁 就已经在魂世界年轻一代中 赤扎风云 五年后 他二十岁 身怀三大魂骨 双生五魂 两大领域 他又将给魂世界带来怎样的震撼呢 当唐三踏出落日山脉时 整个魂世界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五魂城 教皇殿 会议大厅 教皇比比东独坐上首位 五魂殿黄金一代协月 胡烈娜与燕静静地站在他背后 五年前 黄金一代以协月为主 五年后 胡烈娜的成就却已经超越了兄长 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 自教皇往下 一共端坐着近二十人 每一个都是衣着华丽 气度沉宁 从他们身上的服饰就能看出 这些人都是五魂殿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至少也是一方五魂主殿的主侍者 全大陆仅有的两座五魂圣殿殿主 白金主教悉数在座 如果有外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明白 五魂殿有大事发生了 在场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教皇比比东身上 等待着他开口讲话 比比东目光从在座的下属们身上扫过 沉声道 经过与长老殿众位长老商议 现有三个重大决定宣布 在场众人赶忙坐着身体 聚精会神的聆听这位强势教皇的话 五魂殿历代教皇虽然都是位高权重 但比比东却表现得格外明显 虽然他身为女子 但在五魂殿事务处理上 却一向以铁靴手腕著称 哪怕是现在的长老殿 轻易也不敢质疑他的决定 至少已经十年 在五魂殿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声音 当然 这也与比比东历经图治 令五魂殿势力蒸蒸日上 甚至已经要凌驾于 两大帝国之上的成就 有着很大关系 第一件事 身为教皇 我已确定自己的接班人 并由长老殿神医通过 从今日宣布开始 胡列纳策封位五魂殿圣女 教皇第一顺位继承人 这个决定早已在大多数人的预料之中 哪怕是邪悦和艳 都将自己心中那份嫉妒 隐藏得很好 毕竟 一年前 胡列纳顺利走出杀戮之都 获得杀神领域的是 五魂殿高层大多之道 而且这位五魂殿 黄金一代中的佼佼者 据说即将突破六世纪大关了 而他现在还不到二十六岁 这在五魂殿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 尽管他是教皇的嫡传弟子 也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 比比东威严的目光 从所有遇会者脸上扫过一遍 虽然他的目光很平静 但在场都是五魂殿高层 自然明白 教皇陛下在观察什么 识相的立刻都赞许汉手 就算是反应慢一些的 也没有谁流露出半分不满神色 教皇比比东满意的道 列纳是我的传人 但他能获得今天的荣耀 都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 相信大家已经听说了 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他确实从杀戮之都走出 并且获得了杀神领域 无法抑制的赞叹声响起 传闻是一回事 由教皇亲自证实 就是另一回事了 比比东为了替自己这个弟子造势 可谓是煞费苦心 虽然他自己年纪也不算很大 在教皇这个位置上 还能做很久 但他还是要进一步 确立自己在五魂殿的权威 第二件事 根据我们多年查探 五年前 曾经在全大陆高级魂石学院 精英大赛中出现的那只万年魂兽 夏洛已经基本查清了 不久前 我们一直搜索小队 曾在新斗大森林中 发现他的踪影 几乎可以肯定 他就是隐藏在那里的 十万年魂兽可遇不可求 而且这只十万年魂兽 还是处于化形中的幼生期 本身实力并不强 这次 绝不允许再出现失守的情况 所以 我决定派遣以居斗罗 鬼斗罗带队 并携二十名七十级以上 红衣主教以及胡烈娜 携月和燕 共同前往星斗大森林搜寻 务必找到其下落 将其活着而归 交由本座发落 坐在教皇下手的月官与鬼妹 同时站起 功身领命 站在教皇背后的胡烈娜脸上 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 他当然知道 老师要抓这只十万年魂兽 是为了获得他的魂环 但他同样很清楚 老师身上的魂骨已满 是不需要再增加魂骨的 而作为武魂殿圣女 下一任教皇 那块十万年魂骨的归属 必然是他的 就算不考虑这块魂骨的因素 但是当初受到史莱克 奇怪的羞辱能够报仇血恨 就足以令他兴奋了 只是不知道 那的唐三在什么地方 要是遇到他 定然将他扒皮抽筋 第483章回归浩天宗上 为了能够战胜唐三 这五年胡烈娜全部在艰苦修炼中度过 不但孤身犯险 进入杀戮之都获得杀神领域 他自身的努力也起到了巨大的效果 在魂力上 他甚至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兄长邪月 达到了59级的程度 距离60级 也只差最后突破瓶颈而已 比比东曾经在看到他如此刻苦时说过 失败有的时候并非坏事 只要能像胡烈娜这样将失败的痛苦转化为修炼的动力 失败就会由坏事变成好事 当初失去的三块魂骨虽然令五魂殿肉痛 但作为全大陆魂师朝败的圣地 这点东西五魂殿还是损失得起的 至少胡烈娜没有让他失望 拿回了一个杀神领域 两件事交代完毕 在座的五魂殿高层们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这两件事基本上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只需要下到赵令通知一下就可以了 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地将他们叫来呢 要知道这里面可有从大陆两端过来的 行程超过三十天 当然多少知道线内幕的高层都明白 这次会议最关键的还是在那第三件事上 教皇比比东的目光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五魂殿拥有的实力越来越庞大 不断有新进的优秀魂师加入 但也不断有魂师流失 在大陆上 我们虽然是最大的魂师团体 但却并不是唯一一个 并非所有魂师都会听从五魂殿的调遣 尤其是其中一些强者 更是不把五魂殿放在眼里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令各方魂师更加团结 我决定开启猎魂行动 对于那些敢于对五魂殿阳凤英伟者 给予致命打击 同时七大宗门存在了这么多年 也应该重新调整一下了 猎魂行动四个字 就像是投入会议室的一颗爆炸魂倒器 整个会议厅顿时炸开了锅 作为五魂殿的最高层 在座一共有二十余人 他们都曾经听说过这个猎魂行动 当初在比比东刚刚上位的时候 就提出过 只不过被长老殿强行压了下来 二十年后就是重提 看比比东的神情他们也明白 这次恐怕真的要展开这个行动啊 教皇陛下绝不会无地放食 他应该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安静喷的一声 比比东猛的一拍桌子 强大的威压顿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在他的鸡威之下 会议大厅的气氛顿时静了下来 比比东眼中光芒威能四射 今天叫你们来 不是让你们来讨论的 而是宣布命令 这件事 我已经与长老殿众位长老商议决定 猎魂行动将在一个月后正式开始 由教皇殿派遣人手卫主 各五魂圣殿 主殿需严格按照教皇殿颁发命令行动 不得有误 本作将亲自参与此次猎魂行动的执行过程 其中如果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别怪我比比东翻脸无情 您忍了二十年 比比东终于要开始行动了 缓缓抬头 看向会议大厅豪华的穹顶 老师 当年您死在浩天宗堂号手中 是时候给您报仇了 这一次再没有人能够阻止我 七大宗门 浩天宗 哼 我会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这片大陆真正的主人 星斗大森林 绿树成荫 广袤的大森林充满了清新的空气 就在这片斗罗大陆最著名的大森林中心处 有着一个不大的小湖 如果不是真的来到这里 很难相信在这片广袤森林中 还会有如此气景 湖并不是很大 直径只有百米左右 但澄澈的却像是一面镜子 倒映着两旁的绿树 交映成去 水潭盘 还有更为奇异的荧幕 一名身穿白裙的少女 静静地坐在一株大树下 双手抱息 目光迟迟地望住面前的水潭 不知在想着什么 她拿黑亮柔顺的长发披散开来 洒在背后的草地上 看上去是那样的动人 精致到极点的五官被柔和所覆盖 整个人看上去是那样的美 与周围的美景完全融为一体 就像是这幅美景中的画龙点睛之作 而就在这柔美的少女背后 却静静地蹲着一只无比庞大的黑猩猩 宛如山岳一般的身体 静静地蹲在那里 那柔美少女和她相比 显得那么纤细 渺小 这巨大黑猩猩的目光却很柔和 始终都落在面前的少女身上 正是她们组成了这幅画卷中的奇异 坐在那里的少女正是小五 而在她背后的自然就是泰坦巨猿二名了 回到星斗大森林已经五年了 五年来除了枯燥的修理以外 她就喜欢坐在湖边 静静地看着面前的湖水 至于她在想着什么 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 正在这时 突然间哗的一声水响 就从小五面前的湖水中 一颗巨大的头颅钻了出来 那是一颗牛头 直径至少也超过了四米 如同两盏灯笼般的大眼睛朔朔放光 诡异的是 连接在这颗巨头后面的并非牛的身体 而是通体黑青色 比水缸还要粗上几倍的巨大蛇身 虽然她的大部分身体还沉浸在水中 可是露出水面的就足以令人惊骇了 看到这突然出现的牛手 小五却并没有感到丝毫惊讶 感受着那双灯笼般的大眼睛中那份关切 翘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大明 你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 牛手蛇身的怪物口中发出一声浑厚的嘀吼 竟然口吐人言 小五姐 我真的不喜欢你现在这落寞的样子 五年了 你一直都是这样 难道 人类的世界真的就那么好吗 这牛手蛇身的怪物 正是星斗大森林中的帝皇 天青牛马 它和泰坦巨岳一样 修卫也已经达到了十万年级别 只不过他们都没选择化形 他们也很少在星斗大森林中显露自己真正的实力 当然 也几乎没有人类能来到这里 作为拥有最强大魂兽的星斗大森林 这中心之处 本就是禁地 小五愣了一下 低头浅笑 不 我想的并非人类世界 而是想着在人类世界中我那些朋友 大明 二明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的嘴上虽然这样说着 可在他内心之中 却充满着思念 哥 你现在还好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你放心 我会努力修炼的 等我到了成熟期 一定会去找你的 蹲在小五背后的泰坦巨岳二名 沉声道 小五姐 不久前我们在森林中遇到的那些人类 有逃回去的 不论你是不是渴望回到人类的世界 这段时间都不要离开星湖 在这里 我和大哥才能更好地保护你 天青牛莽冷哼一声 让他们来好了 当年如果不是我们不在 伯母又怎会 听着她的话 小五的脸色骤然变得苍白起来 大明赶忙收声 紧张兮兮地将大头凑到小五面前 对不起啊 小五姐 我不是故意替你伤心似的 小五默默地摇了摇头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没事的 不过 我已经找到了杀害母亲的仇人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她 为母亲报仇 天青牛莽大明眨了眨眼睛 小五姐 给我们讲讲 你在人类世界的故事吧 人类世界真的那么好玩吗 尽管他们在这片 星斗达森林中 是最为强大的魂兽 可是 他们却从未离开过这片森林 每天都在 西举天地精华中度过 就像当初刚刚离开 这里时的小五一样 心如白指 二明也坐了下来 同样有些期待地看住小五 看住他们憨憨的样子 小五不禁扑斥一笑 谁能想到 森林之王与森林帝皇 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呢 眼中流露出思绪的波动 他彭扶又看到了 当初自己第一次 与唐三见面时的样子 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开始了他的讲述 对于他来说 与唐三在一起 那不到十年的时间 比以往十万年修炼 都还要精彩得太多太多 天青牛莽与泰坦巨猿 两大魂兽界巨博 就那么静静地聆听着 他们也已沉浸在了 小五讲述的故事之中 一身白衣 妖记二十四桥明月夜 其上挂如以百宝囊 这就是唐三全部的装束 如果不是父亲给的地图指示 就是这里 唐三真的很难相信 作为魂世界第一宗门的 浩天宗 竟然会在这样一个地方 第484章回归浩天宗 中 这里距离天斗帝国首都天斗城不远 位于天斗城以东三百里外 背后是群山环抱 而呈现在唐三眼前的 只是一个看上去 与他当初离开的圣魂村 相差不大的小村子 鸟鸟吹烟从村子各处冒起 快是吃中午饭的时候了 村口处 几个顽童正在嬉戏 旁边的田地里 更是有不少人在收拾农具 准备回村中吃饭 摊开手中的羊皮地图 唐三又仔细地辨认了一下 他可以肯定 自己并没有找错地方 就是这里 地图上显示 浩天宗竟然就是眼前这个小村子 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 居然已经沦落成了眼前的样子吗 其实 不只是他 哪怕是唐浩来到此处 也同样会吃惊 浩天宗宣布封闭之后 就搬迁了 那张地图原本就是唐月华给唐浩的 可他却一直没有回来的机会 自然也不会知道这里真正的情况了 抱着寄来之 泽安之的想法 唐三收好自己的地图 大步朝着面前 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山村走去 同时他心中也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曾几何时 浩天宗还是斗罗大陆魂世界第一宗门 可现在却沦落到隐藏在一个小山村之中 尽管这样能够很好的隐藏自身 可是 对于一个拥有强大传承的家族来说 这是何等巨大的打击 父亲的痛苦 恐怕也正是因此而来吧 给宗门带来灾难固然是父亲的错 可是 当时的父亲有选择余地吗 唐三也明白 自己是唐浩的儿子 对这件事当然会偏向于父亲 但时过境迁 现在已经不是追究是谁责任的时候 而是应该如何重振宗门 如果将当初的耻辱喜庆 脑海中种种思绪波动之中 唐三已经走到了山村入口处 正在他想走进去的时候 几名刚刚耕作回来的中年村民 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请离开这里 我们这里不欢迎外来者说话的 是一名身材壮硕的中年人 一边说着 目光中带着几分疑惑 上下打量着唐三 唐三心中暗叹一声 身体站定 我并不是外人 只是回家而已 中年村民愣了一下 回家 我们这里可没你这样的贵族少爷 都是乡下人 你回什么家 唐三不需要用眼睛去看 也能感受到周围这几名村民 开始变得紧张了 他们握住农具的手明显收紧 脚步轻微移动 阴阴有将自己包围的意思 不愿在这里浪费时间 唐三缓缓抬起左手 黑光从掌心中涌动而出 带着沉宁而充满威适的气息 浩天锤悄然而出 左手收紧 紧握锤柄 唐三微微一笑 这样可以证明了吗 看到浩天锤 几名中年人先是愣了一下 但情绪很快就放松了许多 在看唐三时目光中更多的只剩于尊重 之前和唐三说话的中年人试探住问道 敢问您是哪一家的 我怎么好像没见过您 唐三不愿意在这里过多纠缠 我姑姑叫唐月华 是她让我回来的此言一出 村民们不敢怠慢 赶忙将唐三让入村中 唐月华是什么身份 在整个浩天宗除了宗主之外 就属她地位最高 又是宗主的嫡亲妹妹 这座小山村与其说是浩天宗 不如说是浩天宗的前少 就算浩天宗落魄了 也不会让自己如此委屈 山村中生活的都是浩天宗的附属庞系 而宗门真正的实力都并不在此 不过 这些庞系前少也相当谨慎 尽管唐三取出的浩天锤 得到了他们的部分信任 但他们还是没有直接带唐三 去见宗门的人 而是将他寝入村中 安排在一间空房内休息 并且派人去宗门通知了 大约等待了半个时辰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门开 几名身穿灰衣的男子出现在门口 卫手一人 肩宽背阔 鼻子口方 一头短发如同钢针一般 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隐藏在灰色长衫下的肌肉隆起 整个人就像是叙事待发的狮子一般 充满了刚进有力的感觉 你就是唐三 灰衣壮汉问道 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上下扫射了唐三衣周 脸上神色中除了好奇 还有几分敌意 唐三可以确认 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 也不明白他这敌意是从何而来 但还是简单地点了点头 我就是灰衣壮汉 向另外两名同伴一挥手 跟我们走吧 没有多余的话 率先转身出门 从唐月华教导唐三的礼仪角度看 这三个人显然有些无理 他们甚至没有报上自己的名字 但唐三却并未在意 他回来本身就是赎罪的 父亲亏欠宗门的太多 都要靠他来补偿 从三名灰衣人身上 他感受到了熟悉而霸道的气息 不用问 他们应该是浩天宗的直系子弟了 这三个人的实力很强 尤其是卫手那名三十岁的壮汉 看上去三十岁样子的他 魂力还在唐三之上 应该已经突破了六世纪 以这样的年纪突破六世纪 在浩天宗年轻一代中 应该算是相当出色了 而另外两名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子 实力大约都在五世纪到六世纪之间 浩天宗虽然封了山门 但从这三名直系子弟身上 就能看出宗门真正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毕竟这曾是天下第一宗门啊 跟随着三人出了房间 那三个人并没有等待唐三的意思 同时展开身形 朝住村后击齿而去 虽然并没有使用五魂 但魂力到了他们这个级别 速度一旦展开 还是相当惊人的 唐三淡然一笑 脚下起步 身体骤然变得虚幻起来 多年的修炼 他的鬼影迷宗部 早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更何况在他的右腿之中 还有母亲留下的遗物 蓝银黄右腿骨 哪怕他不施展其中赋予的飞行技能 在速度上也绝不会逊色于 同级别的闽宫系魂师 因此前面三人速度虽快 但他却如同闲听信步一般 悄然跟上 不但没有一丝落后 甚至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身上那份优雅 没有半份烟火气 始终保持着和前者十米左右的距离 卫手的灰衣人曾回头看向唐三 当他看到唐三居然如此接近 而自己却没有过多感应的时候 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脚下速度再增 似乎要刻意去检验一下唐三的速度似的 可惜 首先跟不上的并不是唐三 而是他那两名同伴了 卫手灰衣壮汉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 那两名灰衣壮汉已经开始有些落后 他们也知道那卫手灰衣人的好胜心 不禁同时感到一阵无奈 老大 就算你要和他比 也不用急于一时吧 正在两名灰衣人咬牙加速 却开始被拉开距离的时候 突然 他们同时感到背后一股柔和的力量传来 两人的身体顿时轻了许多 速度陡然增加 几乎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就追回了被落下的距离 回身看时 只见唐三正朝住他们微笑汗手 显然 那股力量是从他而来 在一次感激中 两名灰衣人心中同时惊骇 他才多大年纪 不但凭借肉体的能力能够跟得上老大 甚至还能帮助自己二人 难怪 难怪 很快 一心四人已经从村后出村 正前方 是一座山峰 山本身并不高 但却极为懂峭 整个山壁几乎是垂直于地面 并且极为光滑 没有任何植物存在 竟是一座石山 卫手的会议人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眼看已经到了山前 脚下一垫步 腾身而起 直奔山壁上窜去 唐三心中微微一惊 怎么说面前这山峰也有五百米以上的高度 他就打算在这光滑的石壁上直接攀登吗 如果只是凭借弹跳 唐三自问也无法做到 毕竟 他也需要极力才能发挥出鬼影迷宗的神庙 不过 很快他心中的疑问就解开了 显然 那卫手会议人也不可能直接攀上 当他的身体身高到大约二十米左右的位置时 脚尖再山壁上一点 这才再次上升 唐三宁目看去 原来 在这光滑如镜的山壁上 每隔十米左右就有一处凹陷 正好能够借力而上 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看来 昊天宗这封闭的还真是彻底 但是眼前这座陡峭的山壁 就不是四十级以下魂师有能力攀登而上的